抹黑中国疫苗 美国反疫苗舆论战细节被曝光 6月14号 美国路透社爆出了一个惊天大瓜 说美国五角大楼 也就是美国国防部曾在新冠疫情期间 启动了一项秘密计划 就是反疫苗行动 利用网上舆论到处肆意抹黑中国的科兴疫苗 阻止多南亚甚至其他地方的平民接种疫苗 可结果却没想到 正是因为美国五角大楼的正常恶劣行为 导致很多当地的民众 比如像菲律宾的很多老百姓 就信以为真 未能及时接种疫苗 导致其未能抵抗住病毒的感染 从而失去生命 那么他们到底是怎么诋毁的呢 很简单 就是利用舆论引导 污蔑中国生产的疫苗 根据路透社的爆料 他们在推特 也就是现在的X平台上 发现了至少300个 在2020年夏天左右创建的新账号 这些新账号发布了大量 关于中国疫苗的言论 并且每条推文还带上了 中国就是病毒的热词 这些推文的内容 大概可以分为两个方面 一个是污蔑新冠病毒是中国制造的 进而引导到中国生产的疫苗也是有毒的 比如说什么 新冠病毒来自中国 疫苗也来自中国 别相信中国 还有说 来自中国的个人防护装备 口罩 疫苗 假的 但冠状病毒是真的 等等污蔑性言论 目的就是只有一个 让人们怀疑中国疫苗的真实性 有效性 就会让更多的人少接种中国疫苗 转而接种辉瑞的疫苗等等 还有一个内容 就是挑起对立矛盾 这些章好还针对穆斯林地区的人们 也就是信安伊斯兰教的地区 比如说 印尼就有很多人信安伊斯兰教 在伊斯兰教的教义里 是不允许吃猪肉的 所以他们就抓着 科兴疫苗中 还有猪肉明教这种成分 说接种中国疫苗 会违反伊斯兰的法律等等 并且 他们还为此制作了很多相关的图片 表情包等等 比如 用注射器做成猪的图片等等 即便当地的宗教权威人士 并不怎么看 他们认为 就算疫苗中有猪肉明教的成分 但是为了救人 也是被允许的 可仍然还是有很多人相信了这种说法 可以说 据爆料 美国军方此次的反疫苗行动 从20年春季开始 到21年年中才结束 持续了整整一年之久 并且设计的平台不只是X平台 还包括了Facebook Instagram等美系社交平台 可以说 为了抹黑中国疫苗 美国军方用尽了一切能用的办法 而正是因为 美国军方的恶意抹黑宣传之下 导致有些人就信以为真 未能及时接种疫苗 并且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就拿菲律宾来说 受到这些错误信息的影响 菲律宾的疫苗接种率非常低 截止到2021年6月份时 菲律宾人口是1.14亿 但是接种疫苗的只有210万 不仅是东南亚国家中垫底的 甚至还远远低于菲律宾的7000万目标 时任菲律宾总统的都特尔特 为了让菲律宾民众赶紧接种疫苗 甚至还公开喊话民众 要逮捕那些不愿意接种疫苗的人 但却仍然收下甚微 在都特尔特喊话的时候 菲律宾全国感染新冠130万 死亡2.4万 死亡率高达1.8% 是东南亚各国中最高的 截止到2021年11月份时 因为感染新冠肺炎 而失去生命的菲律宾人 达到了4.8万人 如果再加上东南亚的其他各国 可就不止这个数了 换句话说 因为美国国防部的反疫苗行动 导致了无数人因为没有及时接种疫苗 而死在了新冠病毒的感染上 在路透社爆出了这个新闻后 很多美国的医疗专家们都感到意外 自己原先信任的政府 竟然会做出如此行为 难道美国国防部那些人就不因此感到愧疚吗 按这次路透社的爆料 可能还真实 在美国军方要实施这个反疫苗行动的时候 当时美国驻东南亚的高级外交官 就明确表示不反对 可结果 美国军方还是不管当地老百姓的死活 依旧实施了这一行动 因为参与该项目的美国军方高级军官 向媒体透露 美国国防部根本就无视菲律宾人民的死活 他们在乎的 只是能不能让中国疫苗受到影响而已 还有在2020年夏天的时候 Facebook公司就发现了这些账号的虚假内容 并向军方发出了警告 可美国五角大楼却变成 说这些账号是用来做反恐训练的 不能删除 但是可以保证 以后不再发跟新冠病毒相关的内容 然而事实是 在军方保证后 他们仍然在这些账号上发送反疫苗的言论 根本就无视Facebook的警告 继续散播虚假消息 毕竟美国军方可是官呐 而且还有枪杆子 他们怕谁啊 在拜登上任后 新政府要求军方停止散播反疫苗的要求后 美国国防部仍然把反疫苗行动搞到了4月份 可以说将无耻做到底了 为啥美国要这么做呢 其实原因很简单 就是担心接种中国科兴疫苗的人太多 导致美国在当地失去话语权 这个逻辑乍一听是不是有点难以理解啊 但是如果我们这么想 中国的科兴疫苗接种多了 是不是美国的疫苗就接种少了 那么美国的医药集团 甚至是美国政府想通过疫苗来拉拢盟友的目的 就更难以实现了 所以他们就打算通过污蔑中国疫苗 来达到维护美国在东南亚的地位 不过这个做法 还只是当初美国争夺话语权的方法之一而已 其实早在新冠疫情刚发生的时候 全球就今产生了关于疫苗的路线之争 在新冠疫情初期 各国为了保护民众的生命健康 纷纷大力发展研发疫苗 其中主要以美国与中国两个大国的力量最为雄厚 比如中国的科兴国药研发出了灭活疫苗 而美国的辉瑞则研发出了mRNA疫苗 其实在当时 而是共有五条分别是灭活病毒疫苗 核酸疫苗 重组蛋白疫苗 腺病毒再体疫苗和减毒灭活疫苗共五种 这五条路线都有各自的优缺点 不好直接对比 不过在技术原理上大家都差不多 都是利用人体本身来产生抗体 从而达到杀死病毒的目的 具体来说 像美国辉瑞研发出的新冠疫苗是mRNA疫苗 也叫信氏核糖核酸疫苗 是属于核酸疫苗中的一种 它的优点缺点都非常明显 比如优点是不需要经过灭活这一步骤 所以需要研制的时间短 效率更高 属于未来疫苗的研发路线 缺点则是后遗症比较大 并且不容易保存 运输 所以这类疫苗的价格很贵 说起来 这个特点倒是蛮符合某些西方资本的特点 比如技术先进 但是价格贵 有利润 能割韭菜 科兴国药的灭活疫苗 则是传统疫苗 具有技术成熟 安全性高 容易保存和运输 也就是价格便宜等优点 不过缺点也比较明显 就是研制的时间长 并且对技术要求高 疫苗的效果好坏 取决于研发技术能力的高低 按道理来说 这两种技术路线各有好坏 大家通胎经济 看看谁的效果更好 就更多的人就好了 但奈何 那时中国灭活疫苗研发速度非常快 仅用了98天就研发出来了 而且很快就在全国 乃至整个世界进行实验 而美国mRNA疫苗最大的缺点 就是在新冠之前 这一列疫苗从来没有真正的应用过 换句话说 它还有哪些潜在的风险 大家并不清楚 像辉瑞疫苗在研发的过程中 就出现过不少接种后死亡的案例 由于它存在很多的未知风险 因此有些人对辉瑞的疫苗产生了怀疑 只是因为当时疫情肆虐 很多国家急需疫苗来对抗疫情 而辉瑞就恰好抓住了人们的这个心理 相当于把全球的老百姓 都当作mRNA疫苗的试验田了 中国抗疫这么好 疫苗还这么厉害 美国当然不想看到中国企业一家独大 除此之外 中国当时选择五条路线同时研发 并且每条路线再选择一到三个小组共同研发 其实也就是赛马制 通过广撒网的方法 尽可能地提高疫苗的研发速度与成功率 这个让美国非常着急 疫苗的研发难度太高了 传统的疫苗研发不仅要不断地实验筛选 而且还在研发出来后 进行长期多次的临传实验 所以一款疫苗从研发到量产 所需要的时间往往非常久 短则几年时间 长则就是十几年了 在疫情肆虐的时候 时间才是最宝贵的财富 所以为了能够尽快地研发出疫苗 世界各国都在加快进度 但这并不代表疫苗就能百分百研发成功了 所以为了避免无疫苗可用的情况 美国国家其实都安排了很多团队来攻克这些疫苗 但中国确实是其中最舍得下血本的那一个 通过竞赛的制度 最终我们有20款疫苗达到了临传实验阶段 21年年终时 有4款疫苗通过筛选 其中就有科兴和国药的灭活疫苗 中国疫苗被黑 盲才有两个原因 一个是我们的疫苗又便宜又好用 因为灭活疫苗容易保存运输 价格又便宜 为了让更多的老百姓受益 所以世卫组织在审核后 第一时间将科兴和国药的疫苗通过验收 这样做不就伤害了西方某些药体的利益 本来他们还打算靠mRNA疫苗收割一波韭菜来着 或者利用疫苗输出一波某大国的话语权 逼迫及其疫苗的国家听从他们 甚至是割让自己的利益 结果算盘刚打好 眼瞅着要实现了 中国疫苗横空出世 不仅快速研发出了疫苗 而且还是价格便宜的多的灭活疫苗 这让他们怎么活 二是中国疫苗成为很多国家的救命稻草 这次爆料的文章里就写了 美国军方担心自己在东南亚的话语 却被中国取代 开始利用媒体互联网等工具 污蔑中国科兴疫苗具有很强的危害性 甚至即便在美国驻东南亚的高级外交官强烈反对下 美国国防部也舒适无睹 依然实施了这一秘密行动 其实当时国内也有一些人在黑灭活疫苗 在科兴国药等疫苗被研发生产出来后 突然出现了很多质疑的声音 比如说这些疫苗不安全 只有辉瑞等国际药企的疫苗 才足够安全的能声音 还比如一会儿说 科兴疫苗的保护率差 一会儿拿疫苗的有效率说事 其实这根本就是在乎说 因为新冠病毒是在不断进化的 如果病毒毒性加强的话 那么就会出现保护率降低的情况 但是完全可以通过接手疫苗加强针的手段来解决 结果他们就忽略了事实 故意拿这个事来发挥 说中国疫苗功效不足 所以才需要多接种 有些人听信了这些传言后 第二针第三针的加强针也没接种 当然国内倒是其次 国际上很多国家也在美国的舆论攻势下 跟着美国针对中国疫苗 比如英国法国等媒体 就以香港接种有争议的中国疫苗等标题 报道中国灭国疫苗送往香港 支持香港抗疫的行为 还比如有些国家不承认我国的新冠疫苗 要求中国人必须接种他们认可的疫苗 才能前往他们的国家 逼迫有出国需求的中国人 接种辉瑞等美国药体的疫苗 可以说在当时 中国的疫苗承受了很多压力 但好在 时间最终证实了 美国才是那个背后的黑手 美国自己成为人权国家 但是为了打压中国 生怕中国影响了他们在国际上的地位 他们是什么招都能用 就算是失去老百姓的生命 不管哪个国家 包括美国的老百姓 这种行为与他们的价值观完全不符合 很多美国的卫生专家们都看不下去了 指责美国政府 无视平民的生命安全 对他们的行为感到沮丧 失望 这次美国媒体也看不下去了 用了很大的篇幅来曝光美国的疫苗战争 就像回旋标一样 以前诋毁的有多严重 别人的失望就有多严重 灯塔的画面总是从自身开始的 好了我是熊猫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